不想跟你们说,但是啊,他没必要这样子的话,那咱们就搞嘛,来 什么都是我干的,我都说不关我的事 我管他怎么对脂肪也不关我的事吗 真的是,什么都是我做的,什么都怪我,什么都赖在我身上 阿梅他怎么怎么了,你又说是我 这个地单怎么了,又说是我 这个地单不是你啊 是不是你和张叔叔,你们让那个厂家不跟公司合作了吗 然后我才去广州那边处理这个事情,处理呃,耽搁了几天的嘛 然后,你就从后有时间来把阿梅呃,开除了嘛 对不对嘛 我很多事情我不想摊牌了,不想说的太明白了 你说的不是我,我什么也没有 哎,你们等着嘞 我先,我现在,准备叫人们啊,你们所有人今天帮我坐这啊 做什么证嘛呀,做什么证,要看着干什么嘛 烦死了你 有必要吗,你这么斤斤计较的,又关我的事还诬陷我 在当了八千多人的面这样子说我 这样子污蔑我,什么就是想想 录什么评,不准录评 你们再怎么录评我也不是,也不说,也不关我的事嘛 啊 他们都在说录什么评,怎么都在录这评呢 没事,一会那个 放出来直播间咱们啊 都知道,就知道了 那反正不是我,我又不怕 不,如果不是你和张叔叔在中间搞鬼的话 那厂那个,呃 厂家人一直跟我们合作的好好的 而且都合作了那么久 为什么突然之间就不跟我合作了呢 但我怎么知道,那你要是怎么不省省你自己的问题呢 什么都是,什么我做的 我 我有必要做那种事情吗 而且,不得录评啊 谁都 来,房子打电话来了 在这啊 嗯 你们 你们谁都 谁都不准 不准诬蔑我 乱说什么 本来就不是我 你们一天到晚在乱说什么 那不是说了要证明吗 不是要证明吗 那他证明呗 这不是还证据都没有吗 证据都没有 你们就在那说小小怎么坏女人 不公平 不公平 不要一直打坏女人 不准一直打坏女人 我做什么了 做的那么绝 嗯 本来我就什么都没做 你们什么都污蔑我 刚才阿美 刚才阿美年迈的时候不也说了吗 他说本来也不是我说了什么呀 之前你们也知道呀 你们也知道他他也现在又不听我的 骂什么骂 本来就不关我的事情这件事 哎你起来 关不关你的事情 咱们看着就知道了 没事 就是不关我的事 不管你的事是不是 好 没事 方左怎么还没来啊 咱再给他打个电话 人家方左肯定是不想来呗 人家都不跟你合作了 人家都不跟你合作了 你 你 干嘛还要一直这样 他为什么不跟我合作吗 你说 他为什么就不跟我们公司合作了呢 你说一下 觉得你不行呗 觉得我不想 不然 大家都赌的我跟你讲 只是有些东西我不想拆除而已 那你就别叫人家方 方总来了 哎方总 啊 那个 兄弟 哎 呃 那个 我想跟你说一下啊 皮咱们这 这么多年的交戏对不对 咱们之前合作的好好的 我就 想问你为什么就 不合作了呢 是不是 哎呀 是不是这个小小和他爸爸 在你那里 说了什么或者是 呃 有什么地方 让你为难了 所以你才不跟我们公司合作的 不给我们公司挺过强皮的的 你们你知道吗 那段时间 呃 因为之前的话 我一直在那个山上 跟另外一个订单相簿 然后 那段时间我回来了 我把地单 都全部都开起来了 呃 很多客服都已经下单了 了 知不知道 你听我说啊 那个 呃 兄弟啊 啊 你的订单呢 达不到我公司的这个销销售量 完了算了吧 行不行啊 你也别再纠结这个事了 好不好 我现在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可疑 就是 是我公司达不到你 那个我们公司的销量达不到你们的要求 还是 这个小小和我那个另外那个骨头章啊 张祖你也是什么 张祖他们两个 有什么地方我也拿到你了 你听我说 就是说 哎 人家小小 方祖你看这种说话来 人家小小也说了嘛 就是说 你确实没有那么大的量 完了之后呢 你现在以你目前公司的这个订单 你确实是达不到我工厂这边 这个数量的考核标准 所以说 那个我这边不跟你合作是有原因的 好不好 是这个问题吗 哎呀你就 不要问了 反正那个确确实实您现在就是销量 我觉得是就是达不到我们的考核标准 好那那那你放手你说 一个多大的考核标准才算过吗 兄弟我问你个事就是 你直播间现在多少人 我直播间八千人 你直播间八千个人 你觉得如果说吧 你就是我把货给你了 我授权给你了 你觉得你这八千人能给你出多少 咱实话实说 对吧 没有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直播间这个方面出我线下吧 线下别人跟我上了订单的吗 你线下我 我就已经是通过小小也行 我问了别人也行 确实你的公司那个订单 确实是目前是达不到 我的这个量的考核标准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这公司我这东西特别好 咱俩也打过照面 是不是 一会儿当时聊了几个产品 但是呢 你这边如果没有商量的话 我把这么好的东西给你浪费了 没有 其实啊 方总 我当时我跟你说啊 当时 呃 你们跟我终止 很吐了啊 终止就是合作了之后 有很多 对啊 很多 很多人给我们下了很多订单的 但是我们 因为你这边不给我们顾客了 我们去找了 找了其他 那个工厂 帮我们做 做出来 但是效果没有能达到你们 没那种 然后呃 被退后退的一批 呃 然后我就 我们呃 公司是随时了何多 何多的 何多这个的 我就呃 何多米 随时了何多米 然后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现在啊 呃 牵扯的有点大 呃 一定要把它呃 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呃 所以我就想来跟你呃 现在 开直播跟你说的是 是不是小小和张总 他们有什么地方 我也拿到你 如果有的话 你直接大打的说 对不对 肯定不是啊 呃 真的 我们销量是真的可以的 你相信吗 我呢 销量肯定是借口 呃 兄弟你听我说一句话 我跟其他人 有合作 那也是 人家确实是有那个销量 我就愿意跟人家合作 知道吗 你要看销量是不是 我就是要看销量 你如果没有销量的话 咱们免谈 我今天 现场就销给你看 你把产品拿出来 什么意思啊 你把产品拿出来 来啊 把你们家那个 之前啊 呃 呃 给我供的那个 呃 因为后面不给我供的那个 呃 什么 楼血糕 就是你们家最好的那个产品 完了给我拿出来 我现场现场销给你 咔一下 就非得给你 如果是如果真的是这个销量的原因的话 咱们可以证明的吗 对不对 来 小鹏 对 把那个 龙水膏膏拿一下来 好的 我教育一下他来 好 来老哥 来 我给你看一下 香港 澳门 整个东南亚 包括 明星 夜宣推荐的 就在现在 平台有很多的东西 包括线下去到很多东西 但是你们见到明星 推荐的越来越少 这是什么呢 这一款